好,請開始 中國和美國的食物問題 美國的食物問題 1906年前,美國有很多食物的問題 所以,人會... 食物不乾淨 人吃垃圾,不幫助藥 所以食物是非常不乾淨 所以1906年後 美國政府開始一個食物和藥品國民主 現在美國少一點食物問題 但是最多是食物中度 2008年的時候 有見了 山門石鎮 是山門那樂 蟲蕃蕃蕃裡的 你可以看到 蟲蕃蕃 沒有蕃蕃蕃 因為有山門石鎮 這個地圖 給你看 Texas最多的 然後 最近的是 Chipotle 2015年 是牛肉 是牛肉 有大腔 感染 讓許多人 冰冷 中國也有一個食物 管理者 叫 國家食品 藥品 簡診管理者 這個是2004年 在安慰 人做了假的奶粉 讓了許多孩子死亡和病了 是很嚴重的事 這個你可以看到 許多奶 喝不到 然後 同一年 2004年 政府發現 有人用 人的頭髮 帶著醬油 所以 臉以前的醬油 不乾淨 這個新一點 2011年 西瓜 有問題 因為 有農人 用太多化學品 讓西瓜 長大一點 但是 它放了太多 所以 讓西瓜 爆炸 這個是 應該從台灣 中國和美國都有的 奶茶 以前 珍珠 是用塑膠做的 所以 以前 他們說 不喝珍珠奶茶 因為 會讓你 有 癌症 悲癌 我認為 最近 2015年 也有 新的 假 視頻是 假 火鍋燙 也 假 火鍋肉 這個給你看 假 鼻心的 假肉 是用 很多不同的肉 老鼠 豬 牛 當時說明是 羊肉 所以 怎麼說 真的不會 爛得 真的 容易 真的 很 年 年 所以 中國的食物問題 是 很弱 我覺得 因為 有太多人把錢看得比健康重要 所以 難怪 中國政府 找不到一個解決 是 完全的標準 應該都是 沒有 但是 做得到是 零個問題 好 好 下一位